上百家产业界以及各级学校教师 还有家长团体代表 两百多人齐聚一堂 共同分享技职教育的实务经验与合作成果 将全球视野以及本土的理念相结合 共组台湾新技职生态圈共享联盟平台 我想技职教育确实需要在大家共同的理智下 产界跟学界共同来合作 所以我们不只是要能够掌握国际发展脉动 更重要我们希望这份交流是在学界跟业界之间 我们彼此是能够互相的了解 产业人才从校园扎根 新辈士近几年积极推广技职教育 除了四年投入八亿经费培养人才 也加码助学金鼓励学子参与海外培训课程 以提升专业的能力以及国际观 并且透过与产业的合作 让学生更贴近真实学习环境 毕业后尽快与实物接轨 以技职场这件事情 其实会是一个 这个是目前大家最重视的一个点 所以怎么去翻转家长 对于技职教育这件事情的一个观点 这是我想在这几年 不管是在学校 我们在职场去做的一个做法 少子化趋势也冲击技职人才版图 高职生人数逐年递减 新北市也希望透过共享联盟平台 号召更多的产业 一起培育各领域的人才 让台湾技职教育注入新的火力 八大新闻综合报导 民生八方式近在一小时 锁定八大民善新闻 记得按订阅开启小铃铛哦